姐妹花赵飞燕 赵和德以歌女出身而权倾后宫 在西汉成帝时期专宠十余年 赵飞燕身轻如燕 擅作掌上舞 赵和德丰满娇艳 是甜蜜的温柔香 姐妹二人互相唱和 把汉成帝刘敖迷的神魂颠倒 赵飞燕 赵和德被皇帝专宠 正应了那句老话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赵家姐妹是双胞胎 二人是母亲与人私通后生下的 他们的母亲出身名门 是江都王刘剑的掌上明珠江都郡主 这位江都郡主嫁给江都中尉赵曼为妻后 却不安于平淡的生活 江都王府内有一位叫冯万金的邪律社人 此人颇具音乐才华 其整理改编的乐曲音韵优美 深受江都王写爱 时间一长 江都郡主和冯万金眉目传情 私混在一起并怀了身孕 趁着丈夫没有发现 郡主谎称有病跑回娘家待产 偷偷生下孩子后 让人抱到荒郊野外丢弃 三天后 满腹愧疚的郡主想看看女儿 坐着一成小轿来到野外 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竟然还活着 天命不该绝 婴儿被抱回并送到生父冯万金家抚养 冯万金在世时很喜欢这对双胞胎 赵家姐妹与父亲一样在音乐上集聚天资 小小年纪便歌喉婉转 舞姿妖娆 冯万金死后 冯家荣不下这对私生女 于是姐妹二人辗转流落到长安城七苦度日 后机缘巧合 被杨阿公主的管家赵琳收为一女 赵琳利用职务之便把两姐妹送进公主府当歌女 姐妹俩不但容貌绝艳 而且舞技超群 不久 姐姐赵飞燕成为公主的头牌舞姬 赵飞燕原名遗嘱 腰身纤细 舞姿轻盈 仪态万芳 偏偏起舞时如燕子一般灵动 婴儿传下飞燕之好 遗嘱之名反被人忘了 赵飞燕和赵和德虽然是双胞胎 美貌相近 体态却完全不同 飞燕是骨感美人 何德则已丰满取胜 尿在肌肤金银盛雪 吹痰可破 润则如凝枝 洗澡时水不沾身 一天 当时的汉朝皇帝成帝到宫外烈色 转了一圈没有收获 一行人便到杨阿公主府邸燕了 于是发现了赵家姐妹这对藏在深宅大院的游物 酒燕之上 赵丽英哥燕武助姓 赵飞燕这头牌武姬自容清理 武姿绝伦 身段清零 真是与众不同 成帝看到赵飞燕衣裙飘飘 宛如仙人 不住赞叹 兴致高涨 这之后的情节和他祖爷爷汉武帝看到魏子夫相似 歌舞结束之后 成帝一边假意起身更衣 一边用眼睛盯着赵飞燕 公主心领神会 命赵飞燕随皇帝一起更衣 这次更衣的细节 人们可以从日后赵飞燕失宠后 在生辰宴会上对成帝的哭诉了解大略 窃息在主宫时 帝信其帝 窃立主后 帝是窃不一目甚久 主之帝义 浅窃是帝 竟成更衣之性 下体常乌欲服 同欲为帝换取 帝曰留以为义 不数日被后宫时 帝齿痕犹在窃井 今日思之 不觉感气 齿痕未消便被赵入后宫 出狱时 成帝对美人之情深极许 犹如沧海难未水 赵飞燕入宫后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既然确信成帝对自己的感情 索性再用些小花招 把成帝的心抓牢些 入宫后紧接着的三个夜晚 飞燕明目牢卧 契骄一下 战力不赢 如此这般 竟然令成帝疯狂爱怜 荡成珍宝一般哄着 并没有丝毫恼怒 也没有强行施恩 面对说一不二的皇帝 赵飞燕这玉淫孩剧的小手段 虽然有几分冒险 但是对有无数女人 主动投怀送抱的成帝来说 却非常有效 这个男人竟然真的相信了 赵飞燕冰清玉洁之身 宠幸日盛 赵飞燕感叹自己命运实在太好 但见到宫中美女如云 又开始感到恐惧 如果哪天失去了皇帝的宠爱 自己这个没有任何靠山的小歌女 岂不是死路一条 这时候赵飞燕想到了妹妹赵和德 如果妹妹也能到宫里来 姐妹二人互相提携 命运定会大大不同 于是赵飞燕受益女官凡事 向成帝说赵和德美貌更在奇姐之上 成帝听后 心仰难耐 一心想让美人快点入宫 那新人之前要哄旧人 何况旧人还是新人的姐姐 成帝赏给赵飞燕无数珠宝 并修建豪华的远条馆给赵飞燕居住 本来是赵飞燕想让妹妹入宫 不料却变成了成帝求着赵飞燕 把妹妹献给她 在情感面前 女人始终比男人更理智冷静 皇帝对美人的期望值很高 派去皇后才能使用的百宝凤于迎接 没想到迎接的人碰了一鼻子挥回来 说赵和德一定要有姐姐的手书才能入宫 这对姐妹虽然一个在宫里 一个在宫外 但此时以默契配合 将成帝玩弄于鼓掌之上 成帝赶紧诱到赵飞燕处说尽好话 许了不少好处 换来让赵和德入宫的手书 赵和德看到姐姐的书信 才稳稳当当坐着凤于入宫 虽然成帝已经千百遍设想了美女的交融 但是见到赵和德后 仍然大吃一惊 这朱元玉润的粉面娇娘实在是人间少有 头上乌云堆叠 脸色清新如朝霞映雪 又如荷花寒露 唇红如丹 冰激玉骨 成帝看得呆住了 魂魄聚散 在众目睽睽之下勉强收住心神 盼道天色渐暗 一席滋味尽在晨曦出路时 成帝的肺腑之言中 愿意终老在和德的温柔香中 到底是天子之言 此话最后果真应验 从此 飞燕 何德姐妹轮流世寝 专宠后宫 数千粉袋皆被视作草芥 皇宫的高墙阻隔了阳光与胸怀 极度与仇恨放大了女人心中的阴毒 此后 这对出身贫贱的姐妹 不但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富贵 而且为保富贵永恒而开始害人 不久 赵飞燕与赵和德被双双封为结语 这是破格晋升 后宫之中等级森严 姐妹俩的这种出身 如果不是因为成帝喜欢 熬到头发白了 恐怕也坐不到结余的位置 赵飞燕已有远条管 于是成帝命人为赵和德修建朝阳宫 宫内朱七彩柱 金银堆砌 朱玉照耀 无比奢华 赵家姐妹在这一时期 得到了成帝同样多的宠爱 说起这位成帝 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 他管理国家不在行 吃喝玩了样样拿手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战于酒色 为了让美女更加开心 成帝命人造了一艘豪华游船 鼠热时经常在太叶池里泛舟消暑 一天 成帝命音乐高手侍郎冯吴芳在船上吹声 赵飞燕跳起 闺风送圆曲 自己则手持玉环机节拍 舒服地享受着家人天籁的惬意时光 正在赵飞燕清歌漫舞之际 一阵大风呼啸而来 身材瘦削的赵飞燕几乎被吹入池中 成帝吓得大叫 逢吴芳离赵飞燕最近 双手抓住赵飞燕所穿的云水裙才化险为夷 此时 只见赵飞燕在空中衣裙飘飞 仿佛仙子凌风慢舞 受这件事的启发 成帝命人做了一个大金盘 游人拖着 让赵飞燕在盘上翩翩起舞 每逢国外使节来访 成帝总要献宝式地让赵飞燕表演一番掌上舞 人被宠过了头 就会生出很多贪欲 赵飞燕当上节鱼后并没有满足 一心想当皇后 但是许皇后出身贵族 年轻时也是大美人 曾经深受成帝宠爱 赵飞燕想让成帝废后 不是那么容易 明着抢不来 于是暗地里用心思 许皇后因为成帝冷淡自己宠爱歌女而心生怨对 于是听信她姐姐的话 在中宫社坛祈祷成帝回心转意 诅咒赵飞燕姐妹 许皇后的这一行为 正好给了赵飞燕陷害她的机会 赵飞燕并没有说许皇后诅咒自己 而是告诉成帝 许皇后多年来没有生育 知道王美人怀孕后心生嫉妒 在寝宫内诅咒王美人 这一招实在够狠毒 王美人是太后王正军的本家 王正军的哥哥王凤在朝廷上总览朝政 许皇后诅咒王家女儿 下场一定好不了 王太后和成帝意见一致 废掉许是皇后之位 已经失宠的班杰鱼虽然也受到诬陷 但由于一向小心谨慎 没有受到株连 为求明者保身 班杰鱼自请到太后宫中侍奉王太后 这样一来 赵飞燕入宫后不到两年便一举扫平了通向皇后宝座道路上的障碍 皇后位置空了出来 赵飞燕撒娇使性子非要成帝立自己为皇后不可 成帝自然没意见 但是王太后不同意 理由是赵飞燕出身低贱 赵家姐妹自然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开始用迂回战略向皇后职位发起进攻 王太后的外甥淳于尝试宫廷进军的头领 赵家姐妹和成帝命人送了不少财物给淳于长 让她不断做老太后的工作 这边赵飞燕姐妹也做出宽厚体恤的高姿态 把后宫上上下下收买了个遍 王太后无论到哪里 总会有人在她面前夸赞赵家姐妹 不久 王太后被说动 同意立赵飞燕为皇后 赵和德升为昭仪 同时 二人的义父赵林被封为成阳侯 成帝多年来没有子嗣 如果赵飞燕能够生下皇子 她必定会被立为太子 而作为太子的母亲 就不用为将来失宠而担心 可是天不遂人怨 越着急越没喜 赵飞燕认为是成帝的问题 于是暗中与不少子嗣多的男人 身体强壮的青年私会 可是仍旧没有结果 有一次 成帝从太后宫里出来 感觉有些疲惫 于是就到最近的远条馆休息 此时赵飞燕正在和男子私混 得知成帝突然到来 来不及整理衣衫 急忙出门迎接 成帝以为她在休息 并未介意 谁知在宫中坐了一会儿后 竟然听到壁橱里有男人嘀嘀的咳嗽声 当即大怒离去 从此厌恶赵飞燕 专宠赵和德 赵和德也一直不能生育 为保持自己的宠妃之位 赵和德想出的办法和姐姐不同 她缠住成帝不许其他妃子生子 宫内的女官曹公偶然被成帝灵性 秘密生下一子 孩子生下十多天后 赵和德知道了 于是用尽手段逼着成帝下诏书 赐死婴儿和曹公 一年后 废后许氏家族中的许美人生下男婴 当时成帝已经四十二岁 一直没有儿子 这个男人在赵和德面前 已经完全失去了帝王的气势 低声下气地请求赵和德原谅 留下孩子一条小命 赵和德大哭大闹 以头撞墙 大傻泼妇手段 成帝看到赵和德痛不欲生 又担心又害怕 让人把婴儿抱来 逐出吓人 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 之后命人把死婴埋葬了事 天子怕老婆怕到杀死自己儿子的地步 总归让人想不通 真是一物想一物 也许赵和德就是成帝这种 九色皇帝的克星 随和二年西元前七年 成帝暴毙 十年四十六岁 据赵家姐妹出入宫十一年 成帝的死亡很不光彩 正是对此含糊其词 也史上却将成帝的死因描述得 晦生晦色 成帝被赵氏姐妹迷得神魂颠倒 在温柔相中醉生梦死 随着年龄的增大 成帝经历耗尽 开始服用补药 为了取悦成帝 方氏们争相献上丹药 成帝服用丹药后 感觉好似恢复了青春活力 长此以往 服用的剂量越来越大 最终 成帝因服药过量 纵欲过度 死在了赵和德的床上 成帝之死传出 朝野震动 群臣声讨赵氏祸水 赵和德被迫自尽 临死前愤愤然道 我将刘敖当成一个婴孩玩弄于鼓掌之中 成帝没有子嗣 诸侯王都想得到成帝百年之后的皇位 在数年前就纷纷上书 奏请成帝立本族子嗣为太子 各位诸侯王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们动手之前 早就有人杰族先登了 定陶王刘康是原地刘氏的儿子 成帝同父异母的弟弟 刘康的母亲父老太太擅长交集 每次到都城觐见成帝时 都觐献很多财宝给赵家姐妹 请他们在成帝面前 为自己的孙子刘欣多多美言 赵家姐妹既收取了好处 也为自家打算 他们如果帮助刘欣当上太子 日后也算有了靠山 于是不断在成帝面前 为刘欣说好话 这时本来最有希望 当太子的中山王刘欣败给了刘欣 刘欣当上太子后 由中公赵飞燕养育 成帝暴崩 哀帝刘欣即位 当时废掉赵飞燕皇后封号的呼声很高 哀帝和父老太太念赵飞燕之功 不顾众矣 仍然封她为皇太后 赵飞燕虽然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但依然保住了性命和富贵 好景不长 哀帝在位六年而崩 当时 父老太太也早入皇权 赵飞燕失去了最后的靠山 当政的大司马王莽和太皇太后 王政军一致决定除掉赵飞燕 于是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旨 废掉其皇太后之名 令她迁居北宫 迁居不到一月 又派她去为成帝守灵 经过十几载奢华生活的赵飞燕 无法忍受寂寞 屈辱 艰苦的日子 不久就在成帝的燕灵中自尽身亡